回来的话 在这里的话 找你真的很麻烦的 知道吗 我不想联赖你 怎么喂 你是谁啊 怎么老是联麦了 喂 听不到我说话吗 啊 哎 怎么了 哎 我看着着急呀 我看着 我看着你们这样 我是那个啥 你叫我你叫我莉莉姐 我这边是做化妆品工厂的 然后我之前呢 一直也在看你们的视频 也大概你知道你跟阿妩莫之间的情况 我就很着急呀 看着你们 就一直给你连麦 一直给你连麦 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不是 你一直看我们直播 一直看我们作品是吧 对对对 我之前一直在看着你们直播 然后一直看你们视频 然后我看着你们 你们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话 我就可着急可着急了 我着急呀 然后但是我使不到劲 然后我就 我就一直给你们撕信里 一直没回 然后我就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不是 你能帮了下我们什么忙呢 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我跟阿妩莫都差不多没什么违话 没文化 没不是没文化呀 你看 那个什么 你你们现在你们现在我觉得能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呀 你看你那个地方就离开阿妩莫那个地方 然后出来出来呀 出来到外面的世界来喘一喘好不好 不是 然后自己强大了 然后自己强大了 挣到钱了 你们再回去把你们的事情给解决了 不是 你理解 我们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 你一直在看我们视频 作品的话 你也知道大概了解 现在位体就扛在这里呀 位体就扛在这里 阿妩莫不是欠人家 5万块钱嘛 然后这边的话 给他们家还钱了 他们也不要 他们说现在要 对阿妩莫结婚才行 因为这个事情之前阿妩莫的那个后妈 答应别人了 要是 接下他们5万块钱把房子修起来的话 答应别人 要把阿妩莫嫁给别人 现在人家也不要钱 只要阿妩莫了 那我一直在私信你啊 我一直在私信你 那要钱的话我给你打过去啊 你一直不要不要 然后要么就不接 要么就不回私信 我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不敢乱回复你啊 那你这样 你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你又不相信我对不对 然后那你那这样可不可以 那你跟那个谁 你跟阿妩莫 他们刚才我看公屏里面有好多人在说 把他的身份证给拿出来啥的 身份证咱都不要了 有电子身份证的 你把阿妩莫直接带过来 带过来的话 你们俩一起到我这边来上班 我们是做化妆品工厂的 工厂里面也需要人的 然后的话销售部这里也可以需要人 你们俩一起过来 我给你底薪 无责任的 一万的 一万底薪 无责任给你 然后阿妩莫 阿妩莫的话就六千做服务 到底那边来 我们俩 包吃包吃 包括你俩的车费 我也包了 那么多粉丝 我们今天我们在看的所有家人们都是全部都是关心你们两个的 所以的话所有的粉丝都看着我 你俩个过来 车费路费我也包了 身份证的不需要来 有电子有电子身份证的 而且在我们这边的话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 爱情也不自由了 婚姻也不自由吗 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过来 如果他的什么号码呀什么的 找过来的话 我这边有律师 我们也可以报警 我们所有这边厂里的人 或者是我们公司里面能全部支持你们两个 你是做什么呢 做化妆品的 要是我们过来的话 我们能做什么 你会不会做销售 销售的话也不怎么会啊 会一点 怎么会 不怎么会的话就是会一点嘛 对不对 那我直接安排你去销售部上班 给你一万几星 无责任的好不好 就算你销售一单都卖不出去 我一样也给你一万几星 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你们这样做什么的呀 刚才我没听明白 我们做 我们是做化妆品工厂的 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做销售 有销售部也有工厂 你自己选 拿出来看一下呢 做什么化妆品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这个化妆品 好不好的 到时候到你们家了 你们这个化妆品又是不好的话 我给你寄嘛 我给你寄免费给你寄 寄过来你先给阿娥默试一下可不可以 你们边过来边在路上试 如果这觉得可以的话 那你就直接来上班 因为我见不得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从小也在农村里面长大 我就觉得农村里面的话就是管的太多了 婚姻都不自由 爱情都不自由了吗 嗯 管上阿娥默试没有 管一个人是不是笑虎来 你你拿出来我看一下呢 这个嘛 妹妹这个 我们家的产品 我们家是只做高端的产品的 然后你看着啊 这个 比如说你过来 你也可以到工厂里面上班 你也可以直接过来做这个销售 比如说这个产品 你看我这个产品 我们家是做高端的产品的 这个是 这 这个什么 眼霜 因为你知道吗 我已经40多岁了 40多岁的话对我们女人来说 就是 这里什么皱啊 什么纹啊 这些真的太多了 40多岁的女人 直播间有没有40多岁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这里 这里那里有什么 什么纹啊 什么皱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话 我们这个 我们家这个是深海鱼子酱 然后的话就是 功效的话就是 薄什么湿 补什么水 补什么纹抗什么皱 然后的话 这个就是跟你普通的那些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啊 下面 眼霜 一那么一点点眼霜要多少钱 我们家是这么大支的 不是 妮妮姐 我怎么使用 妮妮姐 哇 你一个人在这里说也没用 你看别也没用过 你说的乱七八糟的 我们也不相信了 对不对 你看着我怎么用 就是眼霜 对不对 我40多岁的女人 是不是要必须 必须要做保养 是不是这文会很多 你看着 你40多岁了吗 对呀 看不出来 然后琢磨琢磨在眼角这里 然后我们家这个是有按摩仪的 还有一个按摩仪触碰到你的脸提拉 提什么拉 抗什么皱的就提拉 直接是震动的按摩的 然后的话 防尾标志什么都会有的 防尾的 然后针尾什么都有 你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不是 你这个关关是你一个人这里这里说的话 啊 我们也不相信 要不这样 你你你这个产品要是好的话 你觉得你相信你自己自己这个产品的话 你这个产品能不能送给我们直播间 几十个呢 然后让他们用了之后 他们要是觉得好了 然后我再过来 要不然的话 你说你现在你这个我这个原价啊 我这个原价是699的 我可以送送送送送就是什么 我可以免费送给这个是阿五阿五可以试一下 但是直播间那么多人 我真的送不了我这个是699的院线上的上院线的成本太高的 我可以送阿五 那你这个东西 光是一个人是没有用啊 得要大众带众大众都用了 他们都觉得好的话 才是好的吗 对不对 光一个人用没有 你要是啊 有能力有实力的话 你在我直播间里面给我的粉丝也说几套 让他们用一下 给他们用了 收到货了 用了 他们觉得好的话 我再过来找你 要不然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呢 那可以啊 为了支持你 我可以的 然后我们所有所有直播间 刚才跟你连迈的那么多 全部都是 我们都是关心你的人 那你说怎么送 我直播间现在有 太多了 肯定不行 你1800多单 我1800多单肯定不行啊 我也我也不要你1800多单 你那个产品 你说你刚才 比较 不高端的 还有按摩仪的 那我就提拉的 我提拉放注的 我就看你老板 老板 丽丽老板 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要是在能在我直播间里面送20单 然后等我那些粉丝 那些那些家里面 他们抢到了 他们忧伤了 他们都觉得好了 然后他们抢到了这些人 呃 私信我了 说你这个产品确实好用的话 我就带着阿文莫过来找你 行不行 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在我直播间里面送20单呢 这样 你看这样行不行 安安 我这个699 699 699 那我就 699 这肯定不行 你这直播间里面是给我家里面用的 那你说多少 你说多少 二十单是多少的意思 你说吗 69块钱行不行 你看 69块钱行的话 你在我直播间里面送20单 都19块钱 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刚才不是说 叫阿文莫我们两个过来吗 可以不说了 十单 十单考不好 十单 二十单 你刚才不是说 十单 谁抢到了就 谁抢到了 马上 马上用了 你要给你回座 我看你连20单都说不了 你还说 叫阿文莫我们两个过来给你是 做销售 给我们一万的底细什么的 你就连20单你都说不了 啊 什么情况 真的是 他你20单都说不了 还叫我们过来 啊 他就 他要是在这样的话 我直接下的要100单 一点气质也没有啊 他还还说 叫阿文莫我们两个过去找他 啊 找他 给我们两个一万的底细阿文觉得这个 这个人的话可以信吗 现在那人太多了 我感觉 我有 有点不相信 要是安哥 你还是 如果你要去的话 你还是自己要注意 家里面把把那个正能量打出来 把那三个车打出来 把那三个车打一下 哪有这样的人吗 对不对 家里面你们说 能不能系这个人 啊 他好大发 直接直接一来 直接一年上 就说啊 啊啊啊啊 阿文莫你们哪个来 我自己上班 一个月给你们底细一万 要是有这种好事的话 真的谁都愿意去啊 还有 最好阿文莫这不是欠着别人的钱吗 啊 最好我们两个去外面多这点钱 然后 多给他们一点钱吗 你 你说阿文莫你今天在家里面 你要是在家里面 会说这个事情是有也解决不了 你只能嫁给 你只能嫁给这个人 你知道吗 你是要去那边吗 对啊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我想带你一起去外面 你是怎么想的 家里面你们说 行不行 我带着阿文莫去外面 你们说行不行 我觉得就是 洗的话过不下口口一 我看一下 啊哥 我就是不想不想连累你 不是 你不要说 老是连累我 连累我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你对我 把那三个字打一下 然后站着 站着 跌到十万行不行 把站着跌到十万 家里面 把站着跌到十万 家里面 把站着跌到十万 家里面 把站着跌到十万 就是 有点 不是阿文莫 你知道吗 你对我知道 你对我特别好 但是你 你这样子 我 你知道你这样子 我 我跟着我心里过于不去 知道吗 你对我太好了 阿文莫 我 你对我特别好 老汪 我心里更过于不去 那阿文莫我跟你说 你知道我对你的话 我对你好的话 你能不能替我的话吗 你说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 我是为你好 对你好 那你能不能替我的话 你替我的话 我不会害你的 听你 替你怎么说吗 你说 我说 不要在家里面待着了 你要是整天在家里面待着的话 他们都会把你逼疯的 我跟你说 现在解决这个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 你看之前 你舅舅 你不是说你舅舅在里面催 来说的上话 还有琪琪朋友都听他的话说话 有费量的吗 但是你看 你舅舅去说了 阿文哥 你知道吗 你不 你不值得问我 不是 你先听我说话 你舅舅 他们都去说了 都没有用 就像刚才 妮妮 刚才 那位妮妮姐说的 不管他 这个妮妮姐 是不是真的啊 嗯 也不知道他 他的这个实力 咱们也不了解 就像刚才妮妮姐说的 咱们不能在家里面待着 我们要出去创 坐大坐墙 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你看就年就年刚才妮妮姐她都知道 让我们出去才能有结果 不能待在家里面 就年妮妮姐刚才那个妮妮姐她都知道 我知道妮妮姐你们两个都对我特别特别好 但是妮妮姐那个人 怎么说呢 人家妮妮姐她刚才一说她直接 一直都在看着我们视频怎么怎么的 刚才她说的是对 但是但是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我怎么走吧 我家里面事情都没有说好 你说让我这样去走的话 是不是拖累你了 啊 我是不是连累你了 我这样做 是不是连累你了 我不想连累你安哥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们两个一起去上班 然后就能赚钱 然后就能赚一点钱 就回来 就把这个回能取消 但是我知道 安哥 安哥 不是阿布莫 家里面你们说 你们说 怎么怎么办 一直让阿布莫在这里 待着还是带阿布莫走 我 一直让她 在这里 在这里呆着的话 口口戴了走哦 口口以后看一下有多少人 你看一下这粉丝 就连这么多粉丝这么多家人都知道 你不能待在家里面 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你一直说年龄我偷累我 我不怕年龄我不怕偷累 但是但是你知道吗 刚刚 你也想让我去莉莉姐那个地方去上班 我也知道那边工资确实很高 比之前我上的地方工资高 之前我上的那个地方 帮抓只有两三七块钱 但是莉莉姐给我的是六七块钱 确实很高 我知道 要是你也去了那边 我们两个就能挣钱了 我们两个可以把我残力切退了 但是安哥 如果我一到走了的话 我未恢复那边要找我后面那边麻烦 不是阿姆 你不要害怕你未恢复找你后面他们麻烦 哪有四起大过天的吗 对不对 没有一件事情是大过天的吗 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吗 只要你走了 走出第一步了后面的四起 让他们自己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啊 你人不在了他们拿到拿到要还能怎么办吗 只能要钱了呀 对吧 要钱到咱们出去挣钱 然后给他们想划就行了吗 对吧 家里面你们说对不对 对的话不必要抠对 还有你看 像刚才尼尼姐这样的人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好人的 刚才尼尼姐啊 直接一年后就说 哎呦 我是做工厂的 你来我这里上班 你一个月给你遗忘 这些人虽然不知道他的实力 也不了解他这个人 但是人家 敢说出这么一句话出来 说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 这个世界上很大 这个世界很大 总会有一个地方是适合我们的 知道吧 你不能一直在家里面 热热摆布呢 家里面你们说对不对 家里面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对的话 咱们需要扣个一 然后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然后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然后把张罩点到十万好不好 张罩点到十万没有 不是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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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那边工资确实挺高的 最最怕的是 所以阿布莫我跟你说 啊 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那么一个办法了 家里面你们说对不对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一个 方法就是指了走出大厦 对不对 家里面 阿布莫我不知道你在顾虑什么 你在考虑什么 你不要再为我考虑了 不要顾虑我的感受了 你一直说 害怕拖累我年龄我 我真的 我不害怕拖累 也不害怕牵扯 也不害怕年累 我就希望你能自由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我是挺好的 但是 阿布莫哥你不了解吗 我都跟你说了 我那边他们取冠怎么样的 已经跟我说了很多很多 然后 然后你就说 你说 后面我那边他们要说出来的话 你说一下 第一 我肯定要走的话 我那边为后说